您好 由于需求降低 与飞行员合同交易潜在成本上升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出乎意料的预测 本季度将出现亏损 美联航预计第一季度每股亏损为0.6至1美元 而分析师此前预计其利润为0.69美元 预计波音公司今天将宣布 与两家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 达成购买78架787门响飞机 价值近370亿美元协议的消息 该交易还将给予这两家航空公司 购买另外43架飞机的选择权 据金融时报报道 在硅谷银行倒闭后 摩根大通花旗和美国银行等美国大型银行 接到大量客户要求 从较小的银行转移资金 据报道 这些大型银行正努力采取额外措施 加快正常注册流程 来满足这些新客户的需求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罗马斯克和中国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商比亚迪 双双否认特斯拉将终止与比亚迪在电池供应方面合作的媒体报道 此前韩国经济日报周日报道称 在今年早些时候 供应协议到期后 特斯拉并未要求比亚迪为特斯拉一些Model 3车辆继续供应电池 加利福尼亚州一上诉法庭 周一财令 优步和莱福车等基于应用程序的轿车和送货服务公司 将可以继续把其加州驾驶员视为独立承包商 允许这些科技巨头们绕过其他要求工人保护和福利的州立法律 汇立资本团队祝您健康快乐